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另外两艘即将要抵达 那么将会是首次有五艘美国的航舰同时出现在这个地区 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观察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舰林肯号已经离开了加州圣地牙哥母港 正前往西太平洋 另外乔治华盛顿号也预计将前往西太平洋 取代目前部署在日本恒须贺的雷根号 而目前卡尔文塞伊德罗斯福号则是分别部署在关岛还有夏威夷 那么西太平洋将同时出现五艘美军航舰 分析就认为这是剑指中国大陆以及北韩 既有这样的巡航方式向盟友以及印太的竞争对手 释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美国的重心还是放在印太地区 另外看到是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出席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 借此会晤多国外长 并且在论坛上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统一必将实现 对此陆委会批评王毅该说法从未被国际认同 而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与中国大陆外长在慕尼黑会面 王毅为缓和紧绷的中加关系 称中加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应该成为合作伙伴 慕尼黑安全会议重点在透过对话防止冲突风险 但是王毅在中国的分论坛上受访大谈台湾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由于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 目前两岸还没有完全实现统一 但统一是必将实现的 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 北京重复多次的话语 王毅在班上国际安全会议的舞台 要搞独立的是谁 不是我们 而是目前在岛内执政的这个党叫做民进党 所以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应该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要维护 要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就必须要坚决的反对态度 对此陆委会声明 这企图误导各国对台的政治主张 也从未被国际社会认同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未来更不会是 北京只会加深国际社会质疑跟反对 我们没见过一遍 王毅也会晤乌克兰外长 但同时也捍卫中俄友好 因此德国智库分析 对北京当局而言 尽管中国试图拉拢欧洲 但被欧洲视为生死存亡的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并未给予足够的尊重 中国与乌克兰对话也很有限 不过我要看到中东方面 先前是传出尾巴停火可能有谱 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现在又表示他们不会派代表 参与进一步的停火谈判 还正式表明反对任何单方面 强行推动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 从去年10月份尾巴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就不断尝试要推动两国方案 但是都被以色列多次的严正拒绝 周日以色列内阁 跟一致通过正式声明 要求巴勒斯坦建国 需要透过双方 无条件的直接谈判来实现 那坦雅胡还批评 哈马斯对于停火提出的条件 是痴心妄想 因此以色列代表 也没有回去参与进一步的协商了 那么以色列在加萨地区的军事行动 还是持续的不断加深 再次攻入到医院当中 这一次是南加萨最大的医院 院内有超过460名的医护 还有患者跟家属被下令撤离 超过2000人连夜逃抵 南部边境城市拉法 不过现在大家很担心的是 乙军可能会对拉法发动攻击 这可能会让当地避难的 百万加萨人民都涌向埃及 灰暗的走廊漫天尘土烟雾 这里是加萨走廊 目前还在运作的最大医院纳瑟医院 周四遭以色列国防军袭击 院内吼叫声和枪声此起彼落 现场一片混乱 乙军表示对纳瑟医院的袭击 精准限定 因为有情姿显示 哈马斯武装分子藏身医院 且把人质关在院内 不过哈马斯否认 联合国强调任何对医院的军事行动 都必须被谴责 自去年10月底以来 已知已经至少攻陷加萨五大医院 包括地区最大的西法医院 以色列的理由是哈马斯把这些设施当作藏身之地 以军甚至公布电脑3D绘图 缘绘哈马斯在医院地底下的地道系统 也展示在医院搜到的各式弹药武器 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次行动也在医院逮捕数十名武装分子 其中三人参与10月7号突袭 另外也发现手榴弹和迫极炮弹 但没有发现人质 而已经逃无可逃的加萨民众和医护人员 一戏之间又被迫从纳瑟医院撤离 约2000人连夜抵达南部边境城市拉法 一部分则逃往加萨中部 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 加萨五岁以下孩童 几乎每十人就有一人严重营养不良 约是战前的12倍 在北加萨比例更高达16.2% 联合国援助机构官员也警告 要让加萨人民撤到安全地方根本是幻想 一旦以色列对埃及边境城镇拉法 发动军事行动 聚集在拉法的巴勒斯坦人 可能会涌入埃及 现在各界就担心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停火谈判没有结果下 与军将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现在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 因躲避战火 挤到这个埃及边境城镇 根据西奈人权基金会的影片 和Maxer卫星图像 埃及已经开始在拉法边境大兴土木 可能在渐缓冲区 防加萨人外溢 就在这个紧绷时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4号前往埃及访问 是2012年来首次为区域两大国重建关系 跨出重要的一步 阿尔多安表示 加萨的人道悲剧是会谈首要议题 双方都呼吁加萨立即停火 土耳两国也将提高双边贸易 评估能源和国防合作 请讨论综合报答 另外带您关注到俄罗斯这一方面 要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普钦的头号 大敌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 在狱中猝视而死因不明 他的妻子优利亚 今天在社群平台上放下 以先生的合照 还写下我爱你三个字来追到网夫 这也是纳瓦尼死后 他的妻子优利亚首度 透过社群发文 而这几天在俄罗斯国内 各大城市都看到 有民众上街声援 或是献花追到纳瓦尼 但是在圣彼得堡的临时纪念地点 却遭到人恶意破坏 鲜花全部被收走丢掉 而纳瓦尼死后 俄罗斯国内的气氛 也相当的紧张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给已故的俄国异议分子 纳瓦尼的遗孀 尤利亚温暖拥抱打气 尤利亚人在慕尼黑 出席安全会议的时候 接到二号 就在纳瓦尼狱中暴毙的前一天 他视讯出庭时 还有说有笑 一切来得太突然 纳瓦尼还在2月14号 情人节当天 在社群媒体写情书 给捷离24年的妻子 他呼唤对方宝贝 即使相隔上千公里 人能感觉每分每秒都在身边 越来越爱你 没有想到就在两天后 夫妇生死两茫茫 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 纳瓦尼同名纪录片中 纳瓦尼就留下不准放弃的遗言 早就料到自己2021年 回到俄国之后一定再结难逃 他慷慨就意的勇气 让纪录片导演永生难忘 纳瓦尼只死也让G7外长替他默安一分钟 只是专家悲观认为 除非他的妻子尤利亚 愿意继承丈夫的未尽之志 不然就再也没有人像纳瓦尼一样 敢在俄国国内跟普钦总统为敌 对于成总部导 针对纳瓦尼的死因 俄国官方现在初步认定 是猝死症候群 不过却以后续调查为由 拒绝把遗体发还给家属 尽管官方是要定调冷处理的 不过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地 还是有不少民众 不顾集会禁令上街缅怀 纳瓦尼超过300人 是被警方逮捕的 好几名手无寸铁的妇女 在尖叫声中 被两三名俄罗斯警察 抬上警车 这些人看起来都不是凶神扼煞 不过只是上街 缅怀促势的俄国异议分子 纳瓦尼 从首都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都有民众自发性 尧记纳瓦尼 俄国下令禁止相关集会 警方强势执法至少逮捕300人 压得住人压不住心 47岁的纳瓦尼好端端的 然后就死了 官方初步的厌尸报告上写 猝死症候群 有讲跟没讲一样 纳瓦尼年近70岁的老母亲 亲自到北极圈 IK3北极狼流放地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官方却以后续调查为由 拒绝归还遗体 家属说官方是忙着掩盖机阵 俄国官媒短短几句话 轻描淡写显然是定调冷处理 头号阵敌暴毙 总统普清却只字未提 看看过去让普清不开心的人 包括前瓦格纳领袖 普里格金 下场都是离奇奏势 实在狠然让人相信 纳瓦尼的死因单纯 谢谢陈总部导 好 延续这个话题 我们追踪第一线 现场要连线到的是 TVBS的国际新闻评论员 余文琪 文琪你好 各位观众新年好 好 没错 我们现在要请文琪 带我们关心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清 他的头号政敌 纳瓦尼突然在狱中 传来猝视的消息 举世哗然 那么外界一致认为 他应该是被俄罗斯总统普清 谋杀夺命 那么连美国总统拜登 都直接点名认为说 普清应该就是要直接负责的 就要想请教文琪了 纳瓦尼的死亡 美国朝野两界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直接的明说了 普清要对纳瓦尼的死亡负责任 那他的死讯呢 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 那普清呢 对待政敌残忍的手段 也让西方国家呢 目前正在慕尼黑 开安全会议的 多位领袖更坚定的说 要帮助乌克兰 泽伦茨基呢 在慕尼黑会议上面就说了 普清现在是要杀谁就杀谁 那出生于律师的纳瓦尼呢 自从2000年开始 就活跃于俄罗斯的政坛 他甚至在2016年开始挑战 普清要竞选总统 但是因为过去多次的政治活动 被逮捕而不被允许 那他在2020年的时候 就曾经被下毒过 后来短暂的离开俄罗斯 但是又不畏惧普清回到俄罗斯 之后被逮捕入狱之后呢 就一直到前几天的死亡 那虽然西方国家呢 都大肆谴责普清 悼念纳瓦尼 但是呢 川普到现在都对纳瓦尼的死讯 没有任何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川普对普清 一向都有好感哦 因此川普与西方国家背道而驰的外交理念呢 令人非常的担忧 他如果当选了总统 西方的价值理念 是否会完全的屈服哦 这也是拜登一再的强调 绝对不可以让川普回白宫的原因之一 那现在的美国呢 似乎有点让西方国家不知所措 因为川普代表的势力呢 是逐渐往极权主义来靠拢 那一向支持川普的 钱福斯政论主持人卡洛森呢 还特别到了莫斯哥去访问普清 回来之后又更大肆的宣传 俄罗斯比美国好的地方 的确是让西方有十分亢祸的这个感觉 现在 好没有错 从这些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政治上现在有处于一个 极端矛盾的情形 另外转换焦点是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呢 似乎还正在和英特尔要讨论说 提供给他们超过100亿美元的补助金额 但是根据了美国乔治成大学 沃尔时外交学院智库的最新报告指出 美国晶圆厂的建设速度 几乎是全世界最慢的 而迎头赶上的就是中国大陆 想要请教文奇的是说 目前美国总统拜登 他们祭出这个一系列大撒币 对半导地产业的政策 拉动不如预期 那是不是放错重点了呢 我觉得不能说不如预期 因为还非常的早 也不能说有什么困境 其实都在美国政府的规划当中 美国国会通过晶片法案之后 半导地产业其实已经在美国 投资了高达2300亿美元 那晶片法案里面是规定 政府要给390亿的补助 以及高达750亿的贷款 以及贷款的保证 那英特尔的100亿 其实就包括补助和贷款 以及贷款的保证 虽然是花了一段时间 但是拜登政府已经陆陆续续的宣布 就是会给予各半导体厂商的补助 估计是三月底 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新的宣布 那英特尔目前是在俄亥州 已经投资了200亿的美金 来建新的厂 还有200亿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扩厂 那另外是35亿在新墨西哥州的新投资 虽然说进度有点落后 不如预期 但是再加上台积电三星 还有其他美国大厂的新的投资 势必是对美国国内制造半导体的能力 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的确就是根据乔治诚的报告 美国复杂的政策和法规 是建厂的难度之一 他更指出就是政府从联邦 到各州的各项环境保护的规定 是的确有造成进度推迟 另外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到底这些大力的政府推动的投资 是否能够增加美国与中国竞争半导体 发展先进晶片的能力 因为中国现在也是虎视眈眈的 非常致力于发展他们半导体 这个先进晶片的能力 可以看到的确就如文琦所说的 美国这些重金投资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酵 要谢谢TVS国际新闻评论员 余文琦带来的专业观点 谢谢你 谢谢 好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 这个月初呢 苹果重金打造的混合实际头套 Vision Pro才在美国开卖 这被认为是苹果实现 AI雄心的一大步 但是在周四的时候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就减持了苹果股票 这就引发了市场上很多的揣测 而随着AI竞赛越来越火热 像是科技大厂微软还加码 投注了印度市场 更最新宣布 他们会在德国 扎下和台币一千多亿的巨额 来打造扩建的资料中心设施 软体龙头微软总裁史密斯 15号现身柏林 当着德国总理消资的面 宣布一项大型投资计划 核台币超过一千亿的资金 将用来把微软在德国的 AI和资料中心容量提升一倍 并展开AI技术培训计划 预计将汇集120万名德国劳工 这是微软40年来 对德国最大的单笔投资 肖子表示 这是对欧洲最大经济体 投下信任的一票 微软除了强化在欧洲的布局 更加大压住印度市场 同样重金投资AI的 还有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但周四 由于被知名避险基金削减股份 股价下挫超过2% 另一间被认为在宣传式AI浪潮落后的苹果 当天股价也小跌 全英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 坚持一千万股苹果股票 为实现AI雄心 苹果能否借由刚在月初开卖 混合十斤头套 Vision Pro风云再起 新函布夏周 这名实际评测过了创伤外科医师 有话要说 格洛斯曼不只专精医术 更被认为是科技界的翘楚 十年前 他就因为是第一位戴上 谷歌眼镜直播动手术的医师 而声明大噪 如今格洛斯曼看好 这种能把数位内容和现实环境结合的 Vision Pro 将改造整个医疗保健页 目前为止 格洛斯曼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测试 并将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分享到网路上 低调踏上AI之路的苹果 最近还发表一款全新 叫做Key Framer的AI模型 能够用文字来生成动画 从产业龙头到一般大众 都在尝试新的可能性 让上个月底 刚在加州落幕的国际音乐科技展 热门话题不外乎也是AI 由田纳西州音乐之神起价的一间新创 研发出的这款小型装置 可以是钢琴 吉他 小提琴等 还能适应不同音轨模式 自动对拍 号称万能乐器 假如听到周遭有不错的素材 也能想加就加 因为他们正在和另一间公司合作 开发AI歌曲分离 AI的创意激荡不只发挥在无形的音乐内容 还有乐器的造型外观 这间业者专门帮人手工克制梦想中的完美吉他 创办人运用一款深层式AI工具 输入自然几何这个关键字 随即就出现设计好的成品图 接着他运用自己的工艺技术 把木吉他到吉他架通通化为真实 如今带到现场展示 迎来民众围观 同样是艺术创作 这场在英国伦敦举办 充满奇幻氛围的展览 统统是以深层式AI完成 艺术家输入的大量资料包括 五亿桩珊瑚礁雨林等影像图片 和一千七百万个大自然 苗教稠名的音档 再透过演算法 让这场展览得以实现 艺术家也希望 藉由这次创作 唤起大众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您知道 什么样子的手机品牌 在非洲市场是卖得最好的吗 不是苹果 不是三星 也不是小米跟华为 而是一间来自中国大陆深圳 却全从来没有在大陆 卖出过任何一只手机的传音 这间中资的手机公司 在非洲的市占率是高达四成 最近还抢下了 非洲最高规格足球赛事的 独家手机赞助 而传音在非洲成功的秘诀 也不是什么先进的运算能力 或是多镜头 而是自拍滤镜 全非洲最高规格足球赛事 非洲国家杯足球赛 周一刚落幕 并且游递主国象牙海岸 夺下冠军宝座 而在赛场上获得智慧型手机 独家赞助的厂商 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 或者三星 而是这间远在大洋彼岸 总部设在广东深圳的传音 传音从2013年创立以来 就锁定非洲等新兴市场 如今不但延伸出多个手机品牌 还把触角扩及到智慧手表 耳机等穿戴装置 以四城市战略的实力 坐稳非洲之王称号 非洲消费者赞不绝口的拍照功能 可以说是传音的秘密武器 为了配合非洲当前自拍世代的需求 设在深圳的研发部门 特别针对肤色深的消费者 调整出最适合的拍照美颜滤镜 除了把在地消费者拍得更美更帅之外 传音还配合非洲当地基础建设不完备 讯号不稳定的现实情况 手机内设置更多的SIM卡插槽 容量与电持续航力也都大幅扩增 让产品更符合当地消费需求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主要在中国大陆 并且在伊索比亚 印度等地也设厂 传音手机的高CP值以及远低于苹果与三星的实惠售价 不但彻底掳获非洲客户芳心 更在南亚和中东积极扩张 2022年先后夺下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的市占龙头 同样在非洲遍地开花的不只有手机 还有来自中国的重型卡车 总部设在山东近南的中国重器 2012年起进军西非 经过12年努力 重卡车在当地的销量从每年500辆 一路攀升到7000辆 市占率也从5%增至65% 而成功的秘诀同样是让产品更加在地化 包括对卡车引擎 悬吊系统以及变速箱的设计调整 让卡车能够更适应非洲的复杂路况 汽油品质以及非洲驾驶的习惯 此外售后服务也一点不马虎 有一次我们是卖给客户一台冷藏车 运输过程 智能机产生了故障 凌晨不到三点半嘛 我们打电话说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车鱼如果是你没在早上起点之前到不了 我这个鱼可能就坏了 我们当时就赶紧交易办事 到了那里应该是在5点多 现场检查发现这个故障不可能马上就解决掉 就跟客户说了 我说这样 带我一辆车过来 我们负责把鱼给你放了新车 然后我们把故障车开走 类似船鱼手机或者中国重器这样 在非洲默默成为隐形冠军的中资企业 正陆续增加 总计目前全非洲至少有3500间中资企业 累计的直接投资额超过560亿美元 而更多的人口代表的可能是更多的消费与发展机会 对于已经透过一带一路等多种政策工具 深耕非洲超过10年的中国大陆 以及不少中资企业来说 在这块充满活力的大陆上 希望与商机正蓬勃发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还要看到是印度 他们在去年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经济成长率也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 而这个现在的末地政府 即将在今年面对大选的考验 他们除了更加大力度大推印度制造之外 还要吸引大量的外资投注 另外也不断地要提升数位高阶人才的创新跟研发 就是希望提高印度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从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去年股市市值也超越香港 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 越来越蒸蒸日上 2022年印度的GDP颁涨一倍 一口气达到3.72兆美元 超过七成的跨国公司 有意在未来三到五年 投入资金在印度市场 专家认为政府的政策是推动印度经济快速飞涨的重要原因 包括生产连结奖励计划 胡萝卜跟大棒软硬坚实的做法 确实让印度动了起来 但专家同时也点出印度产业飞升 积极改变全球价值链当中扮演的角色 印度以往被称为世界的办公室 负责承接大量的后勤 还有克服工作 现在透过大量的数位高阶人才跨足创新研发 要提高印度的产业价值 最明显的变化就出现在电子产业 2018年三星在印度打造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厂 苹果也号称2025年之前要把四分之一的手机制造 全都搬到印度去 鸿海目前在坦米尔纳都 4万人的工厂也打算在今年让员工人数扩大一倍 像是亚马逊还有微软也都在印度设立数据中心 在柠檬年二十四年 你会看到西斯科在南印度的製造 我们将在製造我们最好的软件 软件和软件 我们建立了一个很耐性的 很耐性的供应链 我们在世界上看哪里需要供应链 我们在印度的製造 非常鼓励 要把这些跨国公司的离岸做大 服务出口的产值再升值 地缘政治的变化 更成为推动印度产业成长的一大助力 而为了要维持外资大举进驻印度的活力 莫迪政府就积极改善最为人诟病的基础建设 2021年就宣布 未来五年将投入1.4兆美元改善交通 电力还有网路等各方面 再加上印度大量的数位人才 还有庞大的内需 将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强权 区别新闻综合报答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结束流亡返回到泰国 因为贪污罪服刑的前总理塔克星 提前获释离开了医院 对此泰国总理赛塔 祝贺前总理回家 表示有机会的话会去拜会 并且强调说泰国只有一名总理 对曼谷及周边地区的一项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经济是没有信心的 再加上利率高贷款难 去年第四季度的购物信心指数为44.5 这反映出了购物者的信心不足 或者是低于标准 菲律宾是指控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15级16号在南海黄岩岛附近 对一艘菲律宾政府的船只采取了危险操作 一再阻挡这艘船替菲律宾的云民进行补给 印尼大选落幕之后 雅加达指数选后连两天起涨 显示出投资人对于新政府是感到放心的 专家就表示因为普拉伯沃承诺延续现有的政策 未来可能迎来大量的外资 经济会持续的稳定 缅甸的军政府宣布要实施征兵令之后 许多年轻人纷纷设法离开缅甸 泰国驻仰光的大使馆外 就出现了一千多人排队申请签证的人容 以上的信息是由泰国的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回来要带您看到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天空都已经变成橘色了 这个是农年第一场特强沙尘暴 上个周末开始袭击大陆北方 包含新疆甘肅宁夏青海都有沙尘暴的蓝色预警 那由于刚好是遇上了大陆春运的反尘人潮 有很多人是卡在高速公路的休息区 或者是在加油站里头就待了一整晚 连线资深记者向炉 明中可以看到重度的沙尘暴 笼罩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线 天空呈现的橘红色能间度降到了100公尺以下 而部分的路段实施了交管避免意外 另外在新疆的另一座城市 吐鲁藩则遭受了沙尘暴袭击后 在新疆的托里县部分地区 气温下降到了25度以下 300多辆车受困 当地的救援人员出动了救援 并转移受困人员和车辆 而在新疆和甘肃都出现了强震风 其中新疆吐鲁藩甚至有台风规模的强风 增添了救援的困难度 受到了强风影响 不少受困民众连移动都有困难 而青海省的气温也急剧下降 强风吸卷使得空气中沙尘滚滚 其实这一波的寒流 从周末开始袭击大陆北方地区 带来了大雪和严重的沙尘暴 还使得不少地方交通中断 当地的交通部门 只能为滞留人员提供临时避难所 为了让交通尽速恢复 不少地方在天气转好时 进行了道路除冰清雪作业 让交通尽速恢复正常 预计大陆强烈的沙尘暴和大雪 将持续到22号 美国明尼苏杂州惊传枪击案 警方是接获了家暴电话的通知 结果没想到赶往现场之后 一名男子是把7名 2到15岁的孩子都锁在加州 而且拒绝开门 直接对警方开枪 导致两名远警和一名消防员死亡 警察紧急呼叫救护车支援 受伤的正是他们的同胞 明年苏达州的警察在周日凌晨 接获家暴电话 一名男子把自己和7名 2岁到15岁的孩童锁在家中 警方到场后 男子拒绝开门并且直接开枪 对峙长达4小时后 男子遭到击毙 但也造成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员死亡 民众纷纷献花 向罹难的警消致敬 幸好7名青少年和孩童都平安救出 明年苏达州也降下半期 纪念殉职的警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眼睛的材质和我们眼睛的安全是有关的 美国一名女子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生车祸 安全线阳弹开 造成太阳眼睛破碎 因此失去右眼 而事后才知道 原来有聚碳酸脂材质的防破碎镜片可以选择 开车出门 许多民众会选择戴上太阳眼镜 遮蔽次眼阳光 但是对美国女子汉娜奥利弗来说 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让她失去了宝贵的视力 只剩下一只眼睛 开车大受影响 去年12月 她经历一场车祸 撞击时安全气囊弹开 将她的太阳眼镜瞬间撞碎 她的右眼眼球严重受损 最后只好摘除 事件发生时 距离她的婚礼只剩下三个月 她鼓起勇气拍摄影片 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 能提醒更多人 没想到影片瞬间爆红 许多民众主动跟奥利弗联系 因为他们都曾经因为类似遭遇 让眼睛严重受伤 甚至因此失明 专业配镜的艳光师表示 其实民众如果有开车需求 都会建议佩戴的眼镜或太阳眼镜 选用材质为聚碳酸纸的镜片 聚碳酸纸镜片造价比一般剥离 或束纸材质质来得贵 在美国只有13岁以下 孩童可免费升级 对成人眼镜市场来说比较冷门 他决定自创品牌蓝眼太阳眼镜 兼顾美丽时尚又保有安全性 一副定价大约110美金 约合台币3500元 呼吁外界重视开车时的护眼安全 同时更希望美国政府能立法规范 眼睛是灵魂之窗 一旦受损或失去视力 对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千万别因为意识大意而酿成遗憾 今年4月将登场的北美日全时 民众如果想戴着一般太阳眼镜观看 就算只是看一眼 也可能造成视力损伤 专业的日式眼镜才有的镜片 别小看这一片小小的黑色薄膜 可过滤百分之百的有害紫外线和红外线等 跟一般太阳眼镜相比 在正常光线下 日式眼镜的透光率低于0.001% 日式眼镜通常是硬质版材质 除了任命检验和可标示 也别忘记检查镜片是否有刮痕或裂伤 美国天文学会官网 有推荐品牌及购买资讯 供民众查询 使用天文望远镜 一般望远镜或是相机 也建议配备特殊的太阳滤镜使用 由于今年北美日全时 白天变黑夜的奇景 估计将历时四分半钟 目前市面上已经开始出现抢购热潮 日常生活中可能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很多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到的 一名男子去年耶诞节期间 在英国西悦克郡一间酒吧和朋友聚会 却遇上喝醉酒的陌生人 无故拿玻璃杯炒他面部很杂 32岁的赛伦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在西悦克郡长大 2012年搬到澳洲 他表示澳洲法律规定 酒吧在晚上九点后禁止供应玻璃材质的酒杯或酒瓶 改用塑胶杯代替 此外也会扫描客人的身份证 通用的识别系统会指认出 已经在其他店家闹市的客人 拒绝这类人上门消费 目前即将进行第三次手术的赛伦 希望能借此恢复右眼部分视力 左眼得进行角膜移植 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一年 医师也无法保证他这辈子 是否还能再看得见 他呼吁英国政府立法跟进 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就像我们的TPAS 南韩首尔也推出一张叫做 气候同行卡的通行月票 一张折合月1500块台币 每除值一次 30天内就可以无限次的搭地铁和公车 南韩首尔推出的新型交通卡 气候同行卡 今年1月底上路 直到6月30号为止 南韩民众购买这张定期票 每除值一次 30天内可无限次数搭乘 首尔地铁和公车 大大节省同行费用 气候同行卡分为 6万2000韩元和6万5000韩元两种 折合约1500元台币 多付70元台币 可以额外使用公共自行车 虽然公共自行车 使用次数没有限制 但一次只能骑一小时 想继续使用更久 必须先归还再重新借车 首尔汽油同行卡的使用方式 和台湾行政院发行的 T-PATS通行月票很类似 使用上很便利 但仍有部分限制 为了将气候同行卡扩大到首都圈 首尔市正在与金基道 以及仁川市进行协商 气候同行卡结合三大效益 对抗气候变迁 无限次搭乘大众交通 和提升民生便利等特点 详细购买的民众比预先规划得多 部分实体卡销售点已经缺货 首尔市紧急试出 实体卡预备数量 同时计划最快今年4月开始 增加信用卡加持服务 提升便利性 南韩国土交通部计划 今年5月也将推出 全南韩大多数地区都能使用的 K-PATS交通卡 每个月定期乘坐15次以上 大众运输工具 下个月可以退回最低20% 最高53%的费用 如果再加上信用卡公司的 追加优惠 可以省下更多交通费 以K-PATS为基础 经济到汉人川市 也将推出地区优惠交通卡 南韩各地方政府推省钱撤票 鼓励节能减碳利益良善 然而对许多需要跨区通勤的人来说 实在太麻烦 在伤未整合之前 民众只能依据移动路线 选购最优惠的交通卡 TBS新闻综合报道 4月可能要涨电费了 尤其高压及特高压的用电大户 预计调幅会超过一成 相信连线会先 经济部将在3月召开 电价审议会决定4月电价 据了解高压及特高压用电大户 包含工业以及大型综合零售业 将会承担最多的调幅 另外民生电价也会纳入 电价调涨评估范围 先前电价调涨都是家庭用电 700度以上才调涨 这次可能拉到用电500度以上就涨 而500度以下还是动涨 可能影响300万户的家庭用户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有知情的官员透露 目前台电8电的成本已经高于电价 等于是用电大户享用较高的补贴 直言至少特高压的和半导体的产业 补贴没有正当性 也说明4月电价平均调幅 可能超过一成 但全案都还在研议当中